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战争并非是一场定居文明与游牧邻居的厮杀 相反 双方在政治和军事制度方面都有着惊人的一致性 以至于惊人重读这段历史就仿佛置身于一个文明的正方两面之间 不同信仰下的孪生兄弟鼎盛时期和各罗斯公国分部 早在蒙古人控制今天的俄罗斯之前 当地的文化与文明样式就已经由不同的族群势力所构建起来 除去属于地中海文明外围的克里米亚半岛 余下部分在大体上可被分为两只 靠近欧洲的西部罗斯人以及靠近亚洲的东部保加尔人 早起的保加尔汉国前者无疑犹信仰和东正教希腊文化的维京人主导 形成了大小不等的数个公国 后者则是信仰伊斯兰教的突厥文化分支 并且不时受到其他突厥势力的冲击 双方在当时的差异是非常明显的 罗斯人没有强大的中亚王权 主要依靠各公国的所属城市展开 后者有一个较为强势的中央宫廷 分布地域内的城市和牧场也是兼而有之 他们也都在十三世纪的蒙古大征服中损失惨重 并在金仗汉国的委任统治下 经过了一段动荡而艰辛的岁月 蒙古入侵重创 并改变了罗斯文明有趣的转折力 出现在十五世纪 由于金仗汉国的国力衰退 对于铁木尔对其核心地区的毁灭性打击 西部的罗斯人和东部的保加尔人 都纷纷具备了脱离蒙古霸权的机会 一段时间内 他们与金仗汉国的亡情之间 形成了互相伤害的三角关系 谁被认为更加冒头 就会被另外两方联手承接 最终随着金仗汉利益彻底毁灭 两者才不约而同地获得了新生 保加尔人也在蒙古入侵后 损失惨重除了宗教信仰外 屈指可 数的区别是统治阶层的来源 罗斯人在内耗中 大都拜倒在数起蒙古帝国接班人的莫斯科公国脚下 保加尔夫决则是由原来的金仗汉国贵族担任首脑 并很快发展出自己的首都喀山城 与相应的城市定居文化 这样一来两股势力就和南方的克里米亚汉国一起 形成了争夺欧洲最东部霸权的小世界 重组后的喀山汉国旗帜新生的莫斯科公国与喀山汉国 都无可救养地受到了蒙古统治者的影响 尽管保留了大量的地方封建势力 却已经树立了中央王权的至高武场 前者在文化上还有浓厚的拜占庭帝国基因 并在军事坦丁堡陷落后 以懂政教的中心自居 后者则持续受到了南方奥斯曼帝国的影响 成为了一个信仰伊斯兰的拜占庭 到莫斯科是帝国 不断扩张的莫斯科公国 尽管在东欧的势力 远非莫斯科与喀山两家 但他们占据了地区的大部分空间 邻居间的火拼自然是不可避免 两者都希望控制福尔加和中游的航运贸易 加之还有着殊途同归的制度与理念 很快就从一般争霸冲突 升级为带有灭国性质的厮杀 当然从地缘格局的角度来看 莫斯科人还是逐渐占据一定优势的 他们可以通过与立陶宛 利沃尼亚等的交流 获得更多先进的欧洲技术 并发展经济 喀山和国则 只能依靠福尔加和 经过克里尼亚与黑海 获得有限的土耳其技术和经济支持 另一条线路是通向离海和中亚 但重要性并不显著 喀山汉国是阻挡莫斯科人崛起的东方因素 形同翻版的两支军队一辈子志在加强权威的伊凡四世1552年 已经大体上掌控莫斯科局势的伊凡四世 开始着手彻底决绝喀山汉国 他的对手亚德加汉也不得不做最后的殊死一搏 两位君主麾下的武装 却在很多方面都看上去是如出一辙 伊凡四世的莫斯科军队 在16世纪依然以地方封建 武装为主要力量 大量的波列尔贵族骑兵 靠自己的地产维持收入 并在每年获得莫斯科大功的少量金钱补贴 战争爆发时 他们就要按照封建契约来武装自己 并带着力所能及的部队参战 波列尔为首的地方封建武装 是莫斯和军队处立 当然 伊凡四世为了巩固自身权力 也效仿过去的罗斯大功 搞了自己的亲卫队 受到南方奥斯曼军制的影响 又被分为禁卫骑兵和禁卫射击步兵 前者在接受各种形式的工资之余 主要生活在克林姆林宫周围的封地内 他们只效忠于伊凡个人 并有着比大分部地方领主都好的装备 后者则使用类似土耳其式的重型火神枪射击 并使用战斧进行入驳 他们全部住在伊凡席宫的房屋内 定期训练和接受大功给予的工资 伊凡四世创立了近代早期俄罗斯 历史上著名的射击军亚德加汉的喀山汉国军队 在大部分方面与莫斯和人是一样的 可汗卫队的地位就相当于伊凡身边的禁卫骑兵与射击军 他们同样在有靠近首都地封地之余 享受大汉津贴的工养 他们随时可以准备出战 并且装备最为精良 地方骑兵来自富庶城市与乡村 可以被视为喀山版本的波耶尔贵族 他们同样要履行类似的封建义务 并在各方面都与对手类同 喀山汉国的骑兵一样 经历了蒙古化的洗礼 因为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实现了定居化 喀山汉国也不缺乏足够数量的步兵 他们终究包括使用火枪的射手 也有更多使用弓弩的传统轻步兵或重步兵 同时代的莫斯科地方部队 同样还有相当士兵在使用传统弓箭 所以在战斗力上不存在巨大差别 喀山汉国一样拥有火枪手及完整的步兵体系 真正让双方拉开差距的是炮兵实力 莫斯科人在西方的战事中 已经充分认识到了火炮重要性 他们不仅自己铸造火炮 也会想方设法进行购买 一些外国军事技术人员 也会为了赏金和地位而来到莫斯科服役 喀山人在使用火器方面 有着早于莫斯科的记录 但他们通过克里米亚购买奥斯曼军火的渠道不畅 只能用有限的火炮来守卫城市 莫斯科军队在炮兵方面 占据最大优势 同是操戈俄罗斯人为纪念喀山之战而绘制的 宗教化1552年8月22日 伊凡四市率领号称15万人的大军 顺着福尔加和逼近喀山 由于他们在之前已经大体上控制了福尔加和航道 所以大军从水路两个方向的前进都比较顺利 但亚格加汉也不准备在孤城中坐以待毙 因为城市在之前就已经被莫斯科军队降服过一次 证明单纯的防御将难以保全自己 来地方封地与达达部落的骑兵 加强了他的可支配兵力 顺着福尔加和前进的莫斯科军队 单纯从技术角度来看 喀山城的悬址与防御设施都不差近 与同时代的莫斯科相比也没有什么差 据城市本身坐落于福尔加河边的山丘上 有河道攻卫城市的一侧 一条不大的支流会流经城内 卫城市守军与镇克提供水源 虽然第一道城墙是传统俄罗斯风格的木墙 但位于高地上的第二道城墙 就是更加坚固的砖石结构 包围喀山的射击军与亲卫队骑兵 为了防止敌军从容工程 已经集结起来的喀山骑兵部队 开始埋伏在城市的北面与东侧 他们故意在莫斯科人抵达后 没有立刻开战 而是让对手分散包围城市 并花时间构筑为攻阵地与炮兵阵位 这样一来 伊凡的军队就在各个方向上成分散趋势 他们的吸引力完全都在喀山城身上 容易遭到致命性的突然反击 工兵在炮火与平行战壕掩护 夏娃爵进攻战壕8月29日 莫斯科的炮兵开始进行火力压制 他们不仅轰击喀山的城墙 还同守城部队的炮兵进行了对决 考虑到那个年代的校准技术 这种类似决斗性质的对轰 往往不能立刻分出胜负 若非伊凡的炮兵具有局队的数量和质量优势 喀山守军的大炮 不会在一天时间内被全部击败 虽然并非所有火炮都被摧毁 但残存的炮兵不得不选择停火来隐蔽自己 莫斯科公国军队对喀山的围攻进程图同时 大量的工兵已经挖掘了围绕城市的战壕 包括射击军在内的大量远射部队 开始在战壕内不断发射手中的武器 根据当时欧洲的最新攻城战术 最外围的环形豪沟完工后 工兵还要继续挖掘Z字形的进攻战壕 这些齐头并进的新战壕 会一直延伸到城墙之下 以便进攻着埋放 动摇城墙根基的炸药 因为不是直线挖掘 所以有助于士兵躲避城头的火力还击 喀山人并未将希望拳击拖在守城部队身上 但最让喀山人头疼的事情 发生在城市北部 和之前一次陷落时的情况类似 莫斯科军队准备截断流入城市的水源 这样守军在很短时 尖内就会被迫投降 所以他们特意安卓自毛衣人在北部待命 同时 另一支骑兵将从东南面杀出 打通去往南面的通道 作为牵制与增援力量 城内的守军也将同时从东面和南面的城门出击 形成内外加攻之势 伊凡的直属亲卫队骑兵 从8月30日开始 亚德加汉开始策动大规模反攻作战 城内的克汗卫队从南门冲出 另一支民兵部队则从东面开门突围 但他们都在莫斯科军队的战壕 与远射火力打击下 损失惨重 尤其在战斗最激烈的南侧 精锐的克汗卫队已经冲过了战壕 但伊凡也派出了自己的直属部队堵截 两支同样装备西亚士版索甲 附和弓与马刀的骑兵 在蒙古突厥式战鼓的激励下 特战一场 有步兵火力支援的莫斯科人 还是叫到了最后 亚德加的克汗力队被彻底击溃 仅有部分人撤回喀山城里 与此同时 喀山汉国的地方封建齐领与乌德木尔特达达人一起 从东南面发起迂回进攻 早有布置的伊凡 在那里派出了非常善战的亚历山大亲王 和大量的波埃尔贵族骑兵 两伙装备 战术都极其类似的骑兵 便在城市外围展开激烈厮杀 由于数量和战斗力相仿 战斗陆陆续续胶着了数日 最后还是亚历山大的波埃尔骑兵获胜 并一路追到了对手驻扎的小镇阿尔斯克 在驱逐了对手的最后顽抗后 将这个喀山军队的外围基地焚毁 喀山城一直笼罩在敌军的优势火力之下 在城市的北部 科布斯基指挥的另一支波埃尔骑兵部队 与突然杀到的毛衣人相聚 这些达达更习惯打了就跑的袭扰战术 而不是应强强对话的正面硬抗 所以在遭到同样埋伏 在预备对位置的莫斯科骑兵攻击后 迅速脱离了战场 伊凡的工兵也在骑兵保护下 顺利地切断了城内的饮水供应 莫斯科人在一栋炮塔掩护下不断进行射击 以无后顾之忧的莫斯科炮兵 接着又建造了一座威力巨大的工程塔 但与之前的就是版本不同 这座高塔被安放了十门大口径火炮 与五十小口径火炮 围攻站利用这座可移动的炮台 不断摧残喀山的木制城墙 残存的守军炮兵 一度尝试开火击毁眼前的怪兽 却被更加猛烈的火力击败 至此喀山城的陷落已经只是时间问题 10月2日 伊凡的工兵终于炸毁了 喀山城的城墙 射击军一马当先的冲入城内 以训练有素的骑射 击溃了企图集结抵抗的喀山步兵 绝望的守军开始逃入第二道城墙 任由平民在外面被莫斯科人杀戮 他们继续在没有希望的情况下 抵抗了11天到10月13日 但今凉学的守军发动最后一次突围 但在步步紧逼的莫斯科军队面前 依然被无形的击溃 整座城市落入了伊凡四市的掌控之下 喀山城的守军在最后的巷战中被击败历史的节点 吞并喀山汉国后的莫斯 可打开了通向南方与东方的通道 攻灭喀山汉国的伊凡四市 获得了俄罗斯摆脱蒙古控制后的最大军事胜利 他们不仅要回了多年来被突厥人掳去的战俘和奴隶 也将城内的达达伊斯兰风格建筑给全部摧毁 整个事件本身也成为俄罗斯近代史的重要节点 从战略上来说 喀山城被莫斯克功果控制 就是将整个福尔加和中游都让给了俄罗斯 俄罗斯人一下子打开了通向西伯利亚 中亚和黑海三个方向的通道 这对后来的持续征服与强势崛起 产生了无可替代的影响 否则俄罗斯可能永远只是一个东欧边缘位置的三流国家 战胜喀山汉国后的伊凡四史巩固 并扩大了自己的个人权势 从文化与文明角度来看 喀山城的陷落与喀山汉国的灭亡 强化了传统东政教势力 在东欧地区的版图面积 南方的阿斯特拉罕 西伯利亚和克里米亚 都无力凑出与之相抗衡的体量和资源 这也决定了之后数百年底 欧亚边缘位置的文明属性 否则即便诞生一个类似俄罗斯帝国的庞大实体 也会是一个类似奥斯曼和穆沃尔的伊斯兰化突厥帝国 最后 喀山汉国的灭亡 也进一步提升了伊凡四世的个人威望 他在几年后以成功的军事经验 开启了俄罗斯近代史上的首次大规模改革 射击军与亲卫队骑兵都被不断扩充整边 支持这种中央级权化改革的资源 就来自喀山这类新占领区 那些在旧罗斯地区和莫斯科境内的地方封建领主 迅速失去了制约大功的实力 伊凡四世也有了自称俄罗斯沙皇的底气 并因此将自己永远载入试册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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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